亲爱的阿玛天父 因至今的远离 我们人的心都会软弱悲痛 无法承受突如其来的打击 更因为惊慌 整个人变得茫然 毫无头绪 父啊 我们承认害怕 甚至恐慌 害怕面对熟悉的人 和景象不在 害怕自己抽离不了 因思念所带来的悲伤 父神啊 愿你侧耳听我们的呼求 帮助我们走出伤痛的阴霾 勇敢处理自己的情绪 收拾好心情 过得胜的日子 也求主赦免我 不愿放手的固执 以及对你所发出的怨言 执疑要主依我所求 甚至对你产生怀疑 写之去信心 父啊 谢谢你 以最好的选择 对亲人做最好的安排 愿我的亲人 愿我的亲人在你怀里 能够得享 迎尽安息 谢谢主 感恩祷告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他已经吞灭死亡 直到永远 主耶和华 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 又除掉普天下 他百姓的羞辱 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赛亚书二十五章 八节